MG 你快過來看 我們上報紙了耶 而且你看喔 這邊還有曹雅雯跟許富凱 他們都在上面耶 而且他這邊有好多選手 他這都是在介紹所有節目的一個選手 對不對 選手節目出身的選歌手 對 而且還是給了很多就是 喜歡唱歌的一些素人 教導他怎麼樣就是可以 就是學習唱歌 一些唱歌的基本功 以下是我們對愛唱歌的年輕朋友 一些些建議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找到自己 適合的練唱的方式 就是平常要比賽之前 你們會做哪一些 就是一方面是穩定你們的基本功 然後另外一方面是提高你們自己 更往上走的唱歌的能力 或者是程度 會做 平常會做什麼事情 就是在針對歌唱比賽的一件事 就是 多聽耶 多聽歌手 其他歌手的歌曲 然後以及他們詮釋歌曲的感覺 跟方式其實都不太一樣 其實一首歌有的時候會有很多不同的歌手去翻唱 或是演唱會的時候都會唱同一首歌 你就會去聽每一個人他在同一首歌裡面的表現的方法 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去聽 從中去模仿或是學習 或者是 所以你們都會找很 譬如說如果這首歌有好多人翻唱 你就會把每一個都拿出來聽 甚至是以前參加過比賽 也唱過這首歌 全部都拿出來聽 那除了這個以外 就是多聽別人的歌以外 但是以基本功來說 比如說像音域 我不知道這種是不是每一個人都有固定 或者是你們可以用練的方式 可以擴展自己的音域 或者是音感 或者是唱歌的口氣 這一些你們是怎麼去的 音域的部分我覺得要靠練習 而且它不是馬上練習 你可能就可以擴盤的音域 而且你要不斷每天不斷不斷不斷一直練習 也許說我可能在唱這首歌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音我明明可以上得去 可是那差那一點點 那你就要不斷的不斷的練習 可能我固定我每一天我練歌的時間 我都要練這首歌 而且練到那個音我覺得我唱起來 我覺得唱上去囉漂亮囉 這就是練音域的方法 會先練一些可能超過自己音域 但沒有要比賽的歌 對 就是看你什麼時候可以把你的音域 聽到那個地方去 可是在唱的時候一定是有一些方法 因為如果你硬唱的話 有可能會傷到洪容 肢體很重要耶 身體 肢體 肢體它會幫助我們唱歌 其實啊 我平常在家裡面練習唱歌 或者是去外面表演的時候 都是坐著練唱比較多 那我坐著習慣都會就是往前後擺動 我覺得我的肚子比較好用力 可是因為比賽的時候都是站著唱歌 所以我在唱的時候 比如說一些要用力的地方 或是重音的地方 會加一些手勢 或是蹲一下 來增加我的力度跟高音的部分 那節奏你們怎麼去 就是節奏感你們覺得是需要練習的 靠一點點的天分 然後再來是 你要多去聽不同節奏的 那節奏的話 你練習最好 節奏的方式就是 聽一些比較奇怪的節奏 然後比較快版的 我覺得練節奏是比較快 快速的方式的 因為其實你慢版的話 其實蠻好唱的 然後你反而沒有 那種節奏感 所以練節奏部分 我們大部分都會挑一些 比較快的歌 然後比較跳tone的歌曲 來練節奏感 我其實覺得節奏感 九成來自於 天使 對 因為你們本身 因為樂理我其實完全不懂 反正就是把這首歌聽熟 然後就這樣子唱 有的時候這首歌的拍子 到底是什麼 是聽熟老師講評才知道 我覺得你唱歌是比較平感覺 對 就平感覺 對 那像口氣的部分 口氣是所謂的情感 對 所以你要先了解歌詞 就是這首歌它所 想要表達的是什麼 你才有辦法加自己的 想要表達的口氣在裡面 其實在練口氣的 就情感的方面 我會聽過一次原唱者之後 然後我會再拿個歌詞 然後稍微再知道說 我想要用我的什麼樣的東西 我想要表達的情感 我想要再放在哪邊 我會加一些些我想要表達的進去 我覺得 就除了一樣要讀歌詞 會懂那個歌詞意境之外 我覺得 這跟人生的歷練也有很大關係 對 對 你如果歌詞 你要能夠唱出情感的感覺 你大概歌詞裡面有一些東西 你要有所供應 對 你就可以消化成為自己想要表達的東西 就不會跟原唱一模一樣 是年紀 就是年紀越清潔 越不適合唱感情越深 嗯 嗯 會有一些些關係 我覺得味道會有差 對 然後你還要有一點想像力 因為你不見得所有的劇情都經歷過 對 但是你就可以想像大概會是什麼樣的情景 對